阎王殿 听审为怨恶口的弟子王灵 问,2018年1月11日,弟子今天拜佛,结束眼见观平菩萨,圣像闪闪发光,观地菩萨一脸为严,嘱咐弟子把卷轴交给地府,此事有观一个被压在地狱受刑法的心灵法门弟子。 弟子返家休息时,魂体被带到地府,见阎王爷,殿前跪着一个男子亡灵,满身伤痕,微微行礼后,弟子把卷轴交给阎王爷,就立在一旁。 阎王爷打开卷轴,过目片刻,也是一脸严肃。 天上现在,对心灵法门修道者,尤其是弟子,为怨吃素、邪淫、傍佛知识,极为重视。 再是洋人,还不好好忏悔为怨,以及对法门诽谤知识。 心灵法门的大护法菩萨,观地菩萨,会教座下,无法给予严惩。 届时地府,也会按天上指令,捉拿泛佛门戒律的修道者。 阎王爷指了指,在地上跪着的亡灵。 这个亡灵,生前拜你师父,卢君洪台长为师,在观世音菩萨面前,许下终身吃素。 夫妻清修,奈何修习佛道,才几年光景,就不把戒律当一回事。 为怨吃婚,甚至逼迫,与他许愿清修的妻子行淫道。 不修佛法,还要造法门口也。 你可知道,条条大罪,在病发临死前,不思忏悔,被压下来审判, 还要怪罪妻子为什么,度他入佛门,导致他犯下种种佛门戒律,还怪天地不公。 你知不知观世音菩萨,怜悯你们阳世无名,而恶业缠身之人。 你师父慈悲救度,你们还要被你造口夜讲佛法不好。 你还未念佛前,邪淫恶习,杀生,失婚,喝酒,恶口骂人,早就恶果缠身,自身黑气重重。 你本就善果不足,若不是你妻子,度你入佛门念佛。 让你念佛吃素放生,早命丧皇权,观世音菩萨,慈悲怜悯你。 书写公文,让地府网开一面,让你死后入地狱,受刑完毕。 念在你生前念佛,即度人功德,还可得人身,投胎到一瓶苦人家。 要不然,对阳世这种,欺失妄祖,妄恩负义之人,是如地狱受刑后,叛头畜生道。 不闻佛法,罪灵在地上,哀哀哭泣,向阎王爷求情。 我已知错,在地狱时时忏悔,可地狱之刑罚太苦。 我先后入跋舌地狱,奋持地狱,火热地狱受刑,实在不能忍受,求观世音菩萨怜悯,护法慈悲。 阳王爷网开一念,念我在世功德,让这篇文章,转发网络告诫心灵法门弟子,及修习佛法的众人,不要犯与我一样之罪。 求护法菩萨恩慈,让我早出地狱啊,太痛了,太疼了,无无,求观世音菩萨怜悯我,慈悲我,无无无,亡灵哭泣声,不断。 阳王爷叹了口气,让我回阳市,一道金光包围我全身,我被带回阳市。 请师父确认这个对话场景是否真实,能否分享在网络,让大家警惕,不要违愿,不造恶口。 答,刚刚讲的时候,我已经知道是谁了,不要开玩笑,学佛不是开玩笑的,真的要尊师重道。 2018年11月20日,来信一货,266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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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